這是上禮拜剛驗收 然後這兩個還是小朋友自己出錢的 然後後面那個是 其實那個是教育部的錢 那是另外一個錢 是費費分別 就是不同的做事事情 就是金主不一樣 所以我們這裡面在驗收 其實花了一年多的時間 那這個活動其實是有點艱困 那因為我們是行動學習 所以我稍微介紹一下行動學習 我們這個課程 其實就感謝我們的副公開示任務 我們就是用這個東西 你再做交報告 交錯也很好用 那另外一個就是Facebook 這個活動在美國 他很要求是做這種公共的分享 所以這個活動 但是我還沒有到那個等級 就是可以利用你在網頁上做得很好 然後可以教導別人 最後你獲得一個很大的獎項 我還沒有這個等級 但是這個網頁後來我發現有一個好處 我們來寫全中文的 後來我就把它改成有點英文 原因是因為國外的隊伍要找我們 就常常找不到 因為他看不懂我們的中文 所以我們在 喬斯頓有認識一個加州的隊伍 因為他剛好也是我們台灣一名 然後在上禮拜十來 就是知道我們一些東西 所以他們就隊長還有副隊長 來想小朋友 告訴你 跟他的爸爸媽媽 爸爸媽媽都台灣人 就是助理口跟助行電 但是小朋友不會講中文 爸爸媽媽出這個翻譯 那我不太定文不太好 但是我們獲得很多東西 所以在白板後面 他寫了很多給我們的建議 然後就是在這個地方 我們就公布一些資料 或有一些訊息 對 然後我們就把有一些技術的東西 因為我發現這些技術的東西 用嘴巴槍沒有用 這種行動學習就是直接把它扣上去 對那很多小朋友 比如說 WONK這個加鎖器 讓我半天小朋友方向還是不會用 所以我就把它扣上去 還有這個安德森林的企業很好玩 對就是用半天就扣上去 小朋友一看就到了 對 那另外一個是 我們要感謝LINE 對 就是我們每次上課 就把照片扣上去 這個是應該是昨天的 這是昨天我們扣上去的 那我們因為這個課程 就有這麼多 這麼多都是機器人 跟機器人有關的LINE請出 但是因為消息要給不同人看 有些人要避免讓他看到 所以我們就不同請出 所以LINE也是有這個好處 對 那所以整體來講 資訊科技其實 對我們這個課程的 訊息溝通跟教學 其實記得很大的幫助 但是回頭來看 就是在還沒有這個計畫 還沒有這個課程之前 我們就頭到發脹 然後是就衝出去比賽 但是我們要先說 我是學物語的 我完全不會 我也不會幾家講 反正就是不會就去了 那去了以後 就頭就很大 好 那這個活動 就是我們要謝謝怡芬 幫我們好好 多好多辛苦工作 然後還有情緒 反正都沒有落下水 就是我們都自己跑藥包 出去奮戰奮戰奮戰 然後學東西 但是還沒有很好 就是還在繼續努力 那這個活動是這兩位 老先生 就是發明的 在右邊這個就是 善格威的發明症 我不知道 劉老師知道善格威嗎 他說他這輩子最大的發明 不是善格威 是發明這個活動 那左邊這個是 發生一工機械器的教授 他發現 在1970年 各種機械器的課程 從他沒有動作出 就教了班都來算 等到他大學畢業的時候 還是沒有做出任何一個東西 所以他就開了一個課程說 你一定要做一個東西 所以當時他做的東西 跟真壞事法 你們不能比 就是大概就怎麼想 就像手怎麼想 可是經過三十幾年的發展 就變成這樣 我在想說 這個把五雲機槍加在上面 他基本上就是軍事武器 因為他跑起來那個聲音很可怕 你看他啟動的時候 他基本上就是軍事武器 那這個比賽 就是分成四個等級 一個是FRC 這是給高中生參加的 那美國人的高中我後來 可以體會是四年 那我們在上禮拜 接待那個教授的隊伍 他就說他們的操控手 就是操控這台機器人 是四年都不會換 因為那個人很重要 因為那個人要熟練到一個程度 你知道其實有些人開車 就很奇怪 前面的方不搞不太清楚 左邊右邊搞不太清楚 所以我們昨天那台車 結果小朋友去撞腳 我這樣罵人 可是也很罵他 因為他就是完全方向感 完全錯亂 可是美國的學校 是四年裡面 他們都可以參加 比如說我們遇到美國人 他不是肌肉皮膩 他肌肉可以上來這個袖子 他也沒有熟練 那結論就是 我們只有高一次 高了一次 就準備學車了 所以我在猜 我們長久來講 都是塑膠很難 不太可能 因為他用四年跟你拚 而且他其實有很多美國時間 因為他三年之後 他過時間有很多 然後接下來就是給國中生玩的 叫提醒 就是他們的國中 然後接下來是FLO 這是樂高 然後接下來是等級 也就是這個基金會 把所有的機器人的遊戲 都難化進去 那我們台灣一般高通生 都是在玩這個等級 FLO 那也有在玩FTC 那FRC目前只有三所學校 一個是他跟美國學校 一個是我們 一個是協同中學 那是十分艱困 對美國學校來講 他們應該算美國人 不太算我們考驗人 那因為這個活動 你看到這個數字就可怕 就六千美金報應費 第一年 第二年變五千美金 然後接下來製作費 我那時候想說製作費 為什麼要四千美金 四千美金 大概多少錢 十二萬 對 後來去拜訪台客大會 才知道 就做機器人真的那麼貴 那你就說不對 一定是一大費錢 你隨便找一個測距離 我就跟他講說 我們的測距離 我找到一個大概是六千塊的 他說老師 就是我們的測距離 一個是十萬 台客大的 所以我一開始覺得 這個活動都是貼的 太貴 太貴太貴 然後去台客大會拿錢 不對 就真的是那個等級 那我們為什麼要花那麼少的錢 做事情 後來發現 因為我們對教育 就是一種便宜的方法 對 用總辦的東西 然後教小便 然後就選擇 我們有頭腦 我們不需要你的器材 但是美國人不是 他給你最好的器材 給你最新鮮的東西 好 可是對我們來講 就很困難 直接拿出六千美金 我們第一年就是大家談掉 然後學校幫忙出一點點 就是學校出了七萬多款 對 就是學校有一些捐款 那第二年就完全不直接出 然後製作時間是六週 這也是一個堅困的過程 因為這六週含 兩週期末考 一週半 是過年 美國人是六週完整 我們真正只有兩週半 所以我們肌肉比別人小 又吃的比別人差 然後又比別人矮小 穿的又是草鞋 然後那下穿的是軍靴 然後給你沾動 一分十五米 好 然後我們的時間是 就是三月十三號跟三月十五號 因為遇到第一次段考 所以我們幾乎是 所有鼓勵都集中 集中在我們身上 但不只是我們寫的東西也是一樣 所以我們在飛機上就看到兩個學校 在背書啊 出師表 你不要提起 那裡面的 那我拍子 就是看完以後 把它照相下來 就斜斜展開過去 因為我們兩個已經要坐在一起 我就覺得我們去 我們台灣完蛋了 好 然後使用的品牌是這個 叫ROBOREO 這個我們台灣也有賣 這個也是一個有趣的過程 因為我們台灣也有Ni的本公司 但如果有老師是資訊背景的 你也知道國家一期 或者是你曾經帶 實驗師有帶過 他的東西都很貴 但品質很好 這條我看到本公司賣七萬十五 就是相當一百筆電 的確也是啦 因為他很高級 如果有資訊老師知道 他裡面有FPGA 所以現在可神之邏輯啊 你可以做很多很多複雜的事情 他有那個等級 可是問題是這個活動喔 我去看那個協作的廠商 他賣一萬三台幣 也就是美國人拿的材料 竟然又這麼便宜 然後我們台灣人又吃台灣人 我那天就跟他講說 你真的太過分了 他說服務費 我說服務費六萬 他說對服務費六萬 對 所以這個東西喔 我那時候 我發誓我不跟他買 其實我那時候想說 就跟他三十萬 跟他買這個 可是只能買這個 就沒有那麼多東西 所以後來我就不斷的寫公文 說我一定要去國外買 可是我們知道 快遣法規是不准交流的 因為他不承認的國外發票 所以我就去查 其實可以 可以 我不斷的查可以 而且可以免關稅 然後一關過一關一關 是不足的 經過一年多 感謝一份處長 這一隊在這邊 因為我跟他買一包錢 我們跟美國買 也是超便宜的 我那時候 忘記是跟會計還是跟誰 我就說我們中華民國政論 通常有問題 為什麼要跟自己人呢 因為他台灣人心這麼壞 你要跟他買 因為他進價其實就是一萬多 而且甚至更便宜 他賺你越晚 百分之六百的利潤 很好 不能這樣講 其實人家也是很和善 他講話也是很和善 只是我就覺得 因為我就是一個窮戶的人 就是三十萬 這裡就是資本 資本門三十萬 大概只能給他買三百 那其他什麼都沒有 可是後來不是 就是我們買了一堆 那我們的資本教育很重要 但是我們其實只有口號 那當然對川普很有意見 但是歐巴巴巴其實做了很多事 尤其是你看他科展 那個 E-tail科展結束以後 他其實都會親自做 親自簡單 我們也會介待 我們介紹一些不相關 跟科學不相關的話 可是歐巴巴巴五十 我去看他的影片 他是讀法律的喔 可是他超級喜歡科學 因為他知道科學是國家的名牌 那我後來發現這一個 我不是工程師 但是我相信這個國家是工程師建立 這個國家如果不是工程師建立 而是建商 或者是破壞環境的人 那這個國家會垮掉 那我會發現 美國人很提倡這個活動 因為他們知道 就是真正的 支持國家的資助在哪裡 那 但是就回來看 就是為什麼發生這種奇怪的活動 因為老師問 你就參加那個樂高就好 你參加這個就好 其實那個原因就是 從那個 玉美那個活動開始 因為我之前在帶科展 你會發現所有的科學實驗都需要機構 都需要自動控制 那因為我在大學的時候 就是玩那個很愛的系統 然後自動控制 比如說你一年要培養一萬次 請問這個人做得到嗎 如果你做不到 那個訊號其實就不用彈 那當你的數據是錯的 請問你後面談的那些 什麼數量啊 什麼探究啊 就是鬼話符 也就是你建立在一個錯誤的事實上 後面都沒有彈 所以我那時候看到這個活動 我第一個看到是 如果我把這個拆掉 其實它就是一個物理實驗平台 如果我可以把裸桿做得很好 如果我可以把政策性做得很好 它放在上面就是一個機器人 它是一個無人者 它可以做深度學習的人工智慧 但是如果拆它 就會變成一個物理實驗 所以如果我可以把它學好 但是我現在還沒有學好 我相信應該是可以對物理實驗有幫助 那有些人就說 外國真的有比較 月亮比較圓 沒有 月亮沒有比較圓 因為圓的 比系率都一樣 但是 我想外國的月亮比較累 因為他們的空氣比較乾淨 但是國內有沒有這種比賽 有類似的 大概是在06所登記 那理工科是我們華人的強項嗎 如果華藝啦 如果是考試就變成我們的強項 你看到奧林匹亞 就是這樣我們就會變成前面的 可是我後來班 到現場的時候 我跟慶俊 幫他來到現場 真的會被嚇一跳 那個十七八十五六歲的學生 他幾乎就是一個可以創業的創業家 他不是老師教出來的 因為我們常常問說 老師怎麼教你 他說 為什麼要老師教 像昨天 上禮拜四那個小朋友也是 因為他爸爸就是指導老師 他爸爸其實也不太清楚 沒有爸爸是快計師 就全問那個小朋友 自己完成 那他會車床會行床 我就誰教你 你有沒有學拜師學的 但他也是很習慣 以往看的我 就你就自己學就好 這個就是行動學習 因為所有老師就是YouTuber 他根本不需要老師 我在猜只要給他錢就好 還有一個安全的環境 不要怪怪有人感到他 他幾乎就... 這個就是我們引擎更大的理想 但是我在想說 我們國內有這種環境嗎 沒有對不對 可是我們要來建立 這樣子會不會很困難 所以我們要來努力 我們國內的大概是這樣子的機器 所以我們常聽到WRO 所以這影片有提過 我們上次去台北的學校 我就說我們都會玩樂高就好 他說老師那個是很國小在玩的 你已經這麼大了 你還在玩那種東西 然後這個是我們碩士班 在你的 我們直接看後面 這是第一名的隊伍 投籃球 這是研究所喔 索博士班做的 欸他有投進啊 這個只是他沒有 等一下還有喔 有他會投進 好 就是我要看這個是 待會你看他的動作的快門 跟等一下跟美國的快門 會發現有差 就美國人真的肌肉比較大 這個是台北的學校做的 因為大家很特殊 他兩台一模一樣 這是去年比賽的題目 因為原因是一台機出去 一台練習 那我們去年就是那一台 就是他其實被我們拆掉 因為他實在就是我們的 統 所以我們就把它拆了 然後把它變成練習機 但是我們去年是這樣 做完一台 做到截止那一天 送出去 就沒有了 我們說到沒有東西 沒有練習 我們是去比賽來開始練習 你知道很可怕的事情 還沒有碰到那個機器人 可是美國人不是喔 他有錢到兩台 做兩台一模一樣 一台留著 一台送出去 而且那台還可以繼續 繼續調整 調整完後 那台整排 跟著飛機器出去 現場然後直接換最好的 那我們不是喔 我們就眼睜看了 我們奇怪的機器人 跟不熟悉的操控 對 好 那這個是我們很欣賞的一台 就是阿門的小台 然後 其實這個就是那個 輪衣的輪子 對 這個其實就是簡單 前面這個東西 這個我們台灣也有 對 然後你把它組裝起來 其實這我們台灣都買得到 好 然後我們來看 這個是投球機器人 好 可能有些老師已經有看過 我幫過給郭老師看過 其實看完以後 你腳會有一點軟 就是想說這個到底 美國人怎麼跟他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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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2014年的題目 現在看他射球 相對速度 相對速度 我們用人拍球自己射好了 我都懷疑射得近 好 好 這個 別再看了 看了就難過 可是我們去比賽前就看了這個 其實心中有點軟 這個是我們比賽那一年的題目 但這個是等到比賽完他才放出來的影片 那你會發現他在投球的時候 那種有點暴力的形式 很多物理老師都會知道 要射角 要出數 可是你會發現喔 他都有射命 而且他是移動中 那你相對速度多把它算進去 好 這最可怕的喔 出現了 因為每年都要做類似的動作 爬一道搶上去 這個我們去年沒有做 因為我光投球就有問題了 因為我們投球師在這邊 定點投OK 還是在那邊移動中不OK 對 差一點點差一點點 你就是不會中 好 然後今年的題目是這個 他每年題目都不一樣 因為我們台灣的機器人比賽有一個特色 就是每年都循跡地獎 循跡地獎 循跡地獎 所以那天有一個成功高中的小廟 他就很想要參加我們這個活動 他說老師 他對那個樂道一直循跡地獎 一直很煩 他想參加這個 可是我說你是男生 就一定麻煩 因為我是女生 對啊 所以我在想說如果成功有一對 建築一對幹有多好 對啊 希望如果這兩個學校有興趣 那我們來看今年的題目 好 好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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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第一次看他上去,因為旁邊有個練習場 小喵都快哭哭了,全場陪伴的小喵 快哭哭了,我們機器人真的可以爬了 大概這麼高吧 這個是重達大概50公斤做的東西 50公斤的東西迅速就這樣上去 所以小喵都快哭出來 我們的過程中當然是還要再練習 因為這個過程是要整合不同的東西 它不是只是做出來,然後只有程式 它是要把科學、數學都整合在一起 所以我在聽他們講的時候,他們就開始講進去 還是叫轉動管理,所有東西都用上去 他們把它弄得相當好之後 才會出現一個很精密的東西 這個是我們想做的事情 我們就做做做,等一下我會報告 這是我們的課程 我們的課程其實也是很堅困 因為我們只有特色課程兩屆 美國學校這個課程也是一個機器人課程 一個禮拜有五個小時 到三點之後,如果你是參加這個課程 就是每天從三點半一直做到晚上九點 那我剛才知道,那我剛才知道 那我剛才知道什麼是重點 那我剛才知道,那我剛才知道是重點 那我剛才知道是重點 那我剛才知道是重點 但是你會發現,也就是他一整個禮拜 有多少時間在用這個東西 那他們有一個叫做工程班 那邊有個美國學校的學生跟我講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他說他跟美國學校的課程跟美國不太一樣 他說他跟美國學校好像是共和我們台灣跟美國 我後來才發現他們一地之一 他們的校圍竟然是一個太極 對,台北美國學校 然後他們的課程,他們也有分班 然後他們也是跟我們台灣一樣 就是按照課程 所以我會發現我們在感覺的時候 沒有像美國人那麼靈活 他就是吸取各種驚慌 那有些同學,台北國教學的同學 讀過美國的高中跟台北國學校的高中部 他說台北美國學校最好的是高中部 他說國小都在玩 對,所以他說有些學生是等到高中部才進去 然後他就說跟美國本土的高中比起來 他就說台北美國學校不錯 當然不錯,我去參觀以後 我發現設備自豪 然後那個學生就是很積極 我以為他們都是喜歡喝酒啊 玩一些騎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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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裡面都是台灣人 對,我發現你們台灣是幸福 如果他是獨立公共成 只有那麼多東西可以讓他玩 好,那可是不是喔 我們只有這些課程 那我們去爭取一個經費 叫自由軟體 就是給老師一點點一點點 總經費 然後上戲加加 但在這個過程中 也是很堅困 我們要感謝就是青春 因為我們在上過程中 小朋友其實沒有V 沒有V的原因其實就是我們只有一套 你就會發現如果每個小朋友有一套 可以自己測試 他就會有感覺 好,所以這個是我們的課程 那我們剛才講的困難就是這六週 因為每次公布的時候大概就這個時間 然後這個東西注視不應 因為這邊要請問好 所以這兩週直接幹掉 OK好 然後只有這個可以開始做 可是接下來就遇到過年 然後過年完以後只剩一週 然後開學 開學也不能做 因為白天都不能做 然後晚上決定要不行 所以瞬間我們只剩兩週 所以你看到以後 心中就兩個 不過我們還是做了 就是還是要去訓練努力 好,那我們的分工表 因為他有這麼多人參與 那很多人就會說 你參加這個極限活動 為什麼要那麼多學生 對,甚至這個學生都在大部分 就死到很多人 可是因為真的運作起來 沒有一個人可以完成這一檔 沒有一個人可以獨自做一件事情 但原因很簡單 因為美國人設計這個活動 逼迫你要不做 我們常常設計一個競賽是 這個人很好,然後就他很棒 他就給你拍拍手啊 你只有真的去好 所以最後這個人變經驗 後面都沒人 就跟他經驗再見了 可是美國人不是 你看他從小就在訓練合作 所以我常見小朋友講 參加這個活動 就會陌生人變朋友 我們的活動常常是陌生人變敵人 對,我們千萬不要參加 台灣人不要組織局 舉辦競賽 舉辦競賽最後我們就分裂了 對,可是美國人不是耶 這個活動讓我們認識很多同朋友 因為我們很多,很多人就幫我們 然後後來我們在Facebook 所以這個分風表 我們學生講說我們要再努力 因為我們發現他們的組織運作很有優點 他們每個地方都搭配得很好 另外一個是我們的弱點 因為我們的Inventer不是很熟 就是那種Cand的字圖 所以我就叫少沒有畫 所以畫了很多都藏在那個點板下面 但這個也有好處啦 就是用手畫一畫它比較有Feel 然後每天就叫他們寫字字 這個做出來就是一個失敗的作品 就是在那個桌子上 就是因為我放上去以後會射球 但是不會揍 就射得出去但是不會揍 因為我們去看上別人 就是你除了射出去之外會揍 裡面牽著很多數學跟物理 還有很多感測器 不過小朋友做得很開心 所以我們就開始要動工具 真的是動手做 就是手就真的要拿出來 然後開始組裝 這個組裝的過程 我跟小朋友講說我們有個變化 這上面完全是我們自己做的 包括切這個 切這個 然後這個就是 另外的那個辦公桌的下面 那個抽屜的花紋 對 然後只有這個底盤 這個底盤我們還不行 因為那個底盤的輪子跟輪子的軸距 那個要很清楚 所以那個輪子是 我們用手鑽的 裝完以後呢 那個體態輪撞不上去 只差一個mm 就是撞不去 對 那我們的最終目標是 希望我們會畫Candle的圖 所以剛剛我聽到 有那個複雜工老師 如果覺得 覺得像我那個CNC畫 那個最棒的 你會畫圖 然後你會設計這個 動力系統 然後把力學都算好 然後直接就畫圖完 然後就直接撤 那像美國的高中 他們不會用他送的套件 就是 這下面是他比賽大會送的 這比賽大會送的 這個套件 599 很貴對不對 599美金 很貴齁 然後 然後 其實我覺得我們很貴 是因為我們詹訊號系統 有一個觀念不太好 我們總覺得 這套氣味 應該都很好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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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需要有一個齒輪箱的蓋板 就是齒輪箱 然後有一個板子 要蓋上去 然後我鑽四個孔 我去請新神結論報價 他報三千五 不算是這個孔 可是孔要很準喔 要很準 你歪掉以後 就對不上去了 他報三千 喔就不行了 你這個黑心傢伙 就報好多的價 全部都是這個價格 兩三千塊 那的確是這個價格 也應該給人家這個價格 但是這個 他這個東西是大量製作 就是那個蓋板 弱個美國買 開幣三百塊 但是 我覺得喔 回來講 應該是那個價格 就是因為他只幫你做一切 應該的認真 也就是說 我們其實 我自己的觀念 我就覺得好像 應該是兩三百塊 自己怎麼會那麼貴 應該就是那麼貴 因為那個就是技術 那我跟小朋友講說 我們的夢想 我的夢想那個有點遠 我跟小朋友講 大概十年 小朋友聽的都多多 都炸掉 他們怎麼可能 二十年他們只有兩年 我跟他們講說 這個地毯 加上我們要自己做 美國人連這個輪子 都自己做 看那個塑膠輪 那個輪框自己做 然後他去買塑膠品 塑膠上去 所以你幾乎 大概只有羅斯用牌 跟佩林用牌 所有東西都自己做 你會嚇一跳 你給他技術的話 我會讓他搞一個軍火庫給你 對 所以你會發現 美國人為什麼那麼可怕 他根本 就是一個奇怪的民族 好 那我們就是用群的底盤 開始做測試 我們做出來 就是這個啦 但是 以前 後面那個就是我們舊的 踏繩器 但是壞掉了 這個是 那個澳洲的同學送我們的 那他做完以後要打包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他規定的是 2月20日或23日 大概只有這個時間 的晚上11點要打包 然後我們就問他說 如果我們不打包 我們偷偷繼續做 他就那麼奇怪 那你台灣人 對 你為什麼心那麼壞呢 可是 他們從來不質疑這個事情 他們只是質疑說 可是很多的隊伍想練習 所以他去年有一個 加州的老師 大概也是物理老師 因為我剛剛寫了那個東西 然後他就寫了東西 給那個基金部 那個基金會的總部 他說可不可以不要有戒指 就是一直做到準備那個 菲特斯拉 要把它寄出去 讓弱的隊伍可以練習 所以顯然他們是很遵守打包 這些事情 我們也很遵守 因為離管兵以後要拍照 拍照以後要散傳 但是你知道可以動手腳 我就想說 哇很多手腳可以動 可是他們說 這樣誠實 因為他們太壞了 所以我們那天問那個白蘭 美國學老師 他就覺得我們不太可思議 怎麼會問這種問題 不是問什麼技術性問題 然後我們就開始去比賽了 那這是基金人比賽 那我們去的時候 就是下飛機 對我們來講也是一個不堅困 因為我們下去以後 沒有什麼休息時間 就要去開始拆像機器人 然後回旅館 那就開始規格檢查 這個很麻煩 多麻煩 他真的很嚴格 他真的就是量重量 量你的棒盒 木頭的厚度 這叫棒盒 就是他的安全措施 那我也學他們 我就是每次開出去 我說我終於知道 為什麼要做棒盒 因為小朋友真的會很危險 那他們就真的拿去量 所有他未定的尺寸跟功率 如果不合的話 就很麻煩 我們第一年到處都不合的 他就跟人家說 這邊切掉 我說切掉樓屁上 我說這邊切掉樓屁上 我聽了 他心裡都在堂屁上 他說不行 就是不合格 我們今天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要把這個拆掉 五分鐘 我們總共拆了一個多小時 然後我旁邊有一個人 直接他在裡面說 你不合格 他是講中文 因為他就找一個會講中文的 然後有一個大陸的女生 超好的 一個華華 四十幾歲 他說沒關係 慢慢練習 我等一下去的時候我再回來 他就講到我沒看見 我就想小朋友趕快趕快 等一下把我吃全鬆 等一下就把他裝上去 不要鎖 然後趕快拿下來 然後他有原因 不然這個 我小朋友的鬆 就是沒那麼強 因為懸開就花很多時間 好 那這個如果都結束以後 就開始場地練習 那我們開始練習的時候 第一場就把我們的發射器弄換 因為小朋友按鈕 按錯按鈕 我還沒開始比賽 要練習賽 就已經碎片都射出去了 那因為我以前 所以那個比賽大會 就立刻把我們的DECO跳 因為他可以控制你的機器人 然後就開始比賽了 所以我們的機器人 就呈現殘障狀態 就開始比賽 那就一直比 大概 我們後來的成績 就是很後面 就跟地面一樣 但比地面還好一點點 就是有進步啦 稍微可看會 所以我們就在這個中午 我也預定這個中午 就趕快走 因為我們的飛機是這個時間 我就跟青春講說 趕快收一收 我們走 想我又生氣了 為什麼他說我們可以進入決賽 他說我們成績可以進入決賽 然後他就說 可以可以進入決賽 然後那個氣力就被修了 因為我們在收東西 後來我們就去看一看 因為整齊的事情都發生了 就是有一個隊伍 我把這個女生秀出來 這個 就是我們在海報上 我們去他的隊伍 就是這個隊伍叫3132 他是澳洲的第一個 才來打擊的隊伍 那他們是第二強的隊伍 當他們在選聯盟的時候 他就選我們 我們很差喔 我們很爛喔 對 然後他們選的時候 是第一名選第二名 因為要三個隊伍 三個機器人為一個隊伍 所以第一名選第二名合力 第三名選第四合力 可是接下來回來的時候 第二名就選我們最藍 我們大概倒數第四名 還是第三名 然後我就被選上 選上以後 整場很安靜 就只有美女在狂歡 可是我沒有狂歡 我都快哭出來 這是什麼場景 然後相後就有問我說 那為什麼要選我們 我說 可能是我們借太多東西 我們從去比賽就一直跟他們借倒 就是電池也壞了 這也壞 奇怪 在這邊都沒壞去 那邊全部都壞了 然後電信也掉了 然後這也不行 然後當初借 然後什麼那個搬收也不行 那我在猜可能他們覺得 這個隊伍實在太特殊了 就尋問了 然後結果我們就事情發生了 因為他的比賽規則是這樣 就是強隊要幫弱隊 那就有兩個強的隊伍要幫我們 所以他有一個小時之間可以改我們的機械 今年是不能改的 做完 可是那個時間可以改 他來了以後 就是左邊那個小女生 他就說這邊切掉 這邊切掉 這邊切掉 然後怎麼切 他切 我聽我很難說 命命命 我看到一個小女生來切 因為不能用電動工具 不會有火花 那是木製地板 所以他強制規定怎麼用手 就鋼具 就這麼簡單 然後他來的時候 大概15秒一根 15秒一根 大概切掉四個地方 然後 對 然後看他的手裡面什麼肌肉 你看他就這樣瘦瘦瘦小小 他跟我們的小朋友一樣高 後來去查 他跟我們不是高出生 他是做一的學生 他是老師 對 但是他從14歲就參加這個活動 對 就是很小 後來我就是去肉搜 就是看他小時候的照片 他就是3132在成立的第一年 就是一個小女孩小女孩 就坐在旁邊 就看起來很像過小小朋友 然後突然長大 就一直參加這個活動 然後 他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的可怕是 他的所有的動作 有點像我們高職學生 他做那個 實作 那個銅色什麼 考試 很精準 所有的東西 他全部這樣裝上去 就一個小時完成 完成 完成以後呢 他就說我們去測試 然後測試完 然後他老師 右邊那是我們的程式老師 就開始告我們的程式 然後我們機器人 就神奇的事情發生 所有做不到 全部都做到 我這個老師 真的猜不到 我是老師 還是老師 他們其實兩個都是老師 還有第二個 他們拍過來的都是女生 他們絕對不會踏進去我們的 叫Peace Peace就是我們的衛修廠 他們拍的是三個女生 因為跟我們同學 會有近距離接觸 他們知道我們是女生 所以他只拍三個女生過來 對 三個女生就我們高定 我在想說 當這些小朋友長大 當共產師 我們如何跟他們比呢 對 因為我們就是 被人家提起 出事 看了表哥哭了 後來他就 我們很神奇的事情發生 這個怎麼發生呢 我們就前八強前四強 然後冠軍賽 然後小朋友 其實我都不太敢去看 因為我只想回家 我就是吃東西 因為東西很多 我回來請點 我說說 我們比賽可以出 但東西不能掉 就開始簽名 然後小朋友就跟我講說 揮棒 他說我們進入前八強 他說我們進入前四強 他說怎麼可能呢 他說我們已經進入總決賽了 然後 後來我們就亞軍 亞軍就是不會再去參加冠軍賽 因為只有冠軍可以 然後後來小朋友跟我講說 老師我們可以去冠軍賽 我說奇怪 怎麼會發生這個事情 然後這個過程是 我們在比賽的過程中 就是那個 跟我們同一個隊伍 就是他們已經有冠軍資格 所以他們的資格 他們的那個資格 就變成我們可以去 我們就到一個外面 就所有的巧合 全部都在一起 所以我再說 我們可以去冠軍賽 其實全部都是巧合 跟我們的實力 一點關係都沒有 可是就讓我們見識到 就是這個比賽的可怕 這個可怕是 我們那時候想 那要不要去冠軍賽 因為冠軍賽要交 然後再交一次 再交一次 對 五千美金 誰出 你叫小朋友出 小朋友應該有困難吧 那 這個重點又讓人家很 就是我覺得 這是神的安排 因為有個家長 認識一個 美國的高爾夫球廠商 他的馬克在這裡 因為他贊助 對 那他怎麼贊助呢 因為禮拜三要刷卡 就是要 要刷卡在那個管理頁面上 然後禮拜二就緊急找到他 他接到電話 沒有考慮任何狀況 十分鐘後 他就刷卡 然後我就在我的網頁上 就看到那個錢已經不見了 對 我們在募款很困難 很困難 因為我們平年來都在募款 很多人就說 你給募款 哇 講這句話就想說 你給募過款 因為台灣人 我常跟老師分享 會捐給鳥 不會捐給學生 對 就是很困難 對教育活動不太支持 可是喔 這個人不只是捐款喔 比賽到第二天的時候 他還打電話到 就是問 他說他想來看我們 他在選 支架歌 你知道他們的國家 不太算一個國家 他們是一個很奇怪 很大的國家 然後我就覺得 欸這個人瘋了欸 他是一個大老闆 他說他要坐飛機過來 請我們吃大餐 然後我就跟家長說 轉告清楚 不用不用不用 這實在太可怕了 然後後來他就在我們的Facebook 我幫他寫我們的 寫我們的Facebook 只有三句話 他說 以這些小朋友為榮 他沒有問我們成績 然後他就說 這些小朋友這樣來 你配置都會有一個美好的過敏 我覺得那一句話聽得真的很感動 對 那聽完以後 你覺得我們突然完蛋了 對 那後來我們就得到一個 不屬於我們的獎盃 就是在後面 那為什麼不屬於我們的獎盃呢 因為上禮拜是來 拜訪我們一個加州的隊 叫三四七三 那我就問他們說 他們成立七年來的 不知道幾座 他們只有得到一座 我們第二年就有一座 但這座不是屬於我們 那我去現場的時候 其實冠軍賽的時候 那邊都是身貓呆腳 我肌肉很大 他們把這個 當成那個牆壁的裝飾物 因為每一個他們 就整個塞板整個牆壁 全部都是這種冠軍杯 那還有他會搬到一個超級大的冠軍的布 他們竟然把它多到可以做成這個 我看了都真的很傻眼很好 那他們的隊伍就這麼可怕 所以那時候我們在想 到底要不要去冠軍賽 第一個是勤 第二個是我們實力真的不行 最後我們考慮了 大概一個禮拜吧 然後已經放了很多忙 然後很多老師放了很多忙 然後我們後來小朋友決定還是要去 不過去跟德文老師報告 其實跟這個也有關係 因為那個黃色就是比賽時間 就是在第一次端考試 第二次端考試時間 如果不是這個 稍微移了一個位置 可能就會有點麻煩 然後我們就去了 那中間也克服了很多困難 很多人幫忙 我們就很感恩 那我們過去的時候其實 是有一點麻煩 因為那個飛機 是晚上10點飛喔 可是飛到那邊是晚上40分 一樣是4月18號 生氣的事情對不對 可是那個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就是我們的時差會很亂 可是小朋友還是吵著要去看 修士頓的太空中心 所以那天其實 我記得是凌晨3點還是4點吧 才躺下去 可是過一會兒就起來了 因為我們趕快要 開始要做事 所以我記得那時候好像連續 記得我快 快30幾個小時都沒有什麼睡覺 昨天去那邊 我坐在那個 就是在太空中心裡 我就一直在門口 我已經沒有理人 我跟小朋友講說怎麼去看 老師配給我們坐在這邊就好了 可是我後來發現我錯了 因為小朋友有回報一個很驚人的事情 這個是我們做的機器人 就是 那個東西我等一下後面再講 就是我們去的時候能過海關 然後也有幫忙 因為他們怕川普的那個政策 讓我們過不了 然後這個要感謝那個修士頓 台北辦主廚 我們只送他一個小小的東西 可是他在那邊等到我們凌晨2、3點 對就是為了接我們 然後送我們很多很多泡麵 你看 你看 那東西很貴很貴很貴 結果我們很感人那個泡麵 還有兩大箱的水 我們就住這一個奇怪的飯店 然後我們走不過去 奇怪的是他古色古香 然後我會發現他們的路竟然是平的 他們的路是平的 很神奇喔 跟台北是個不一樣 超級平喔 因為我坐在遊覽車 就覺得很奇怪 請問怎麼沒有賞下氣服 然後我們就去這個台中心 那小朋友很熱情嘛 那我就坐在這台機器的旁邊 我就不想動了 我說你們去看嘛 然後我就看到一個可怕的事情 這個也是剛才我放的影片給各位老師看的那個118的實驗室 然後小朋友跟我講說 老師老師我看到118 118是我們其中的一個英雄 因為我們在一起 我站著看他的機器人 那他的指導老師叫NASA 他的實驗室叫NASA實驗室 因為去逛的時候他們坐那個遊園轉車 那個遊園的人就開一個門給他們看說 這個就是118機器人隊伍的實驗室 這個大概跟我們的活動機一樣大 證監是這個遊園專用的 那他的學術後來有一句場 叫大修士頓地區聯合高中學生會 我們機器人隊 也就是大修士頓地區都可以來參加 所以他們的政府 就是政府機構 我們的私人 願意出這個行 然後交最新的東西 所以他們會搶大 我們永遠都只能做大一工 因為我對小朋友不好 都給他玩很便宜的東西 那那個比賽場地 這個比賽場地 如果有老師帶隊去那個ISF 這個也是在那裡 然後他們把歷年來的冠軍 都放出來 那我們很訝異喔 我就在找你一把 沒有沒有一把 他沒有得過冠軍 誰得過冠軍 誰才可以得過冠軍 要幫助很多人的人 他們是在分數很前面 然後你會需要做影片 然後還有做民意調查 就是他們問說 誰跟你幫助誰到 所以今天得到冠軍賽 就是全部的冠軍賽 就是幫助我們那個3132 對他們 他們總共九年來 然後他們到大陸 幫助很多隊伍 他們在澳洲 很便宜的地方 幫助很多隊伍 然後去募款 募款以後再捐給別人 然後成立很多機器人分 然後在九年來 證明他的確值得冠軍 這個才叫經營 對我們的經營很奇怪 對我們的經營跟這個社會是脫離的 因為他們的經營從小就跟你講 我們是跟這個社會在一起 好 那我是很壓抑這個 其實這沒什麼問題 我只是覺得美國人實在大陸很可怕 最後就比賽在這裡 從冠軍 但我們沒辦法 因為初賽 我們就沒有進去決賽 最後的兩隊到四隊 實在這麼大的一個棒球場比賽 那接下來就是國際友誼 我們這個除了我們學校 很多人幫我們 那當然還有那個台特大 幫我們很多 尤其是那個郭聰田教授 就是有兩個研究生 來幫我們這邊一直 製造到很久 尤其是那一個 就是有老師 或者是資權背景 知道那個PID 對那天用了很久 然後終於成功了 那 還有一些國際人士 比如說這個是 台北美國學校的校友 他來幫我們 然後 這個是 台特大部門的教授 的實驗室 我們去參觀 那這個是研究生 就不用到很晚很晚 他們沒有拿任何錢 我們只要送他一點小小禮物 就是我們學校的那個紀念品 什麼都沒有 然後另外一個很奇怪的是 這個教授 就是這個教授 在我們第一年比賽 世大回來之後 發現我們的網頁上 出現了一個留言 說他是F87的國際教練 他沒有任何表達他什麼聲音 他只是說 他會講一點點中文 我怕騙人 他根本不會講中文 我看到很抱歉 因為他就寫了他的名字 叫洪千里 他是像卡皮 然後在美國長大 他是教授 可是他看起來應該只有24歲 他是一個超級自由生 然後那時候 我不太知道他是教授 可是我懷疑這個人 可能是拿破維朗的騙子 怎麼會寫說他來訪問我們 然後他就說他幾點幾分 我們沒有空 我就說好啊 然後我繼續揍錯他 然後我就發現 對喔 這原來是德國 明天公民大學的教授 然後他剛好來眾議院 開研討會 那因為他在加州有指導過一個女生的隊伍 那他對全女生的隊伍很關心 所以他從每年的list 他都會到各個地方去慣化一下 我們需要慣化 我們完全失敗 然後他就來了 就跟我小朋友聊一聊 我們經過他聊以後 我們心中又充滿了信心 因為我們就說我們什麼都沒有 他就說他指導的隊伍 一開始也什麼都沒有 他就說用手去啊 他就說做壞的機器也沒關係啊 就是繼續失敗 就繼續前進 對 就是講得很溫馨 那我們有一個小朋友 就後來去德國 就說交換學生主人 我就跟他交代 就帶一個小禮物去 跟教授說謝謝 對 那這個就是剛剛幫助我們一個隊伍 這個已經不是剛才在澳洲 這個是在修士頓 那這個小女生 他應該是老師啦 我一直找不到他那條繩子 因為這跟爬上去的繩子有關 所以他的繩子喔 自己帶 斷掉你自己負責 那個是你自己準備的繩子 所以那個繩子要可以承受50公斤 然後第二個不能太粗 一開始我們想說耐尿要夠所以繩子很粗 結果我就帶一個超級粗的繩子 上去以後 你要出以後就很難玩 所以他在捲的時候就會彈回來 那我們就要找一種很細 多細喔 就是5mm這麼直徑這麼大 但是可以耐50公斤 那我們就把台北市所有的繩子搜尋一遍 那個老闆就說 沒有這種東西 他說如果是5mm的 大概就只能耐10公斤 所以我們寫信給他求救 就說我們可不可以跟你買一條 那不是買啦 就是他後來就是送 我們到那邊以後 我們還在整對我們的Piece 還在整理的時候 他就跑過來送我們一條繩子 他說有人和我一定在請問 請問他 所以我就覺得很感動 他喝很多忙 那當然更多的是 學生跟學生之間 因為這不斷的交流 我們常常會有去用國際交流 但是我們的交流可能是 所有小朋友去參觀 然後排好 然後有一點心理如意 可是這個人不是的齁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那個比賽需要 有現場有人去爭取一個有利的位置 這個時候小朋友就要英文 不管你英文好不好 你就要極定爭取要做那個位置 那我們的小朋友 在澳洲的時候 有一個高一的小朋友 他英文也沒有特別好 他就說他不斷的堅持 不斷的堅持 不斷的堅持他的位置 因為我的機器很爛 所以如果你可以做那個機器人 你可以照顧到自己的機器人 所以你才可以得分 所以所有的人都要那個隊伍 所以就必須要有談判的技巧 然後我們到學士頓以後 我們是被說服的 因為他就 他沒有說我們機器人很爛 沒有說他們的機器人 可以做很多很多事 那只要在那個位置 他還可以幫我們 可以幫誰 所以我就被說服 那個過程我常聽學人講 就是語言 不是英文而已 就是那個語言 跟談判的技巧 如果應用在這個團隊合作 然後就會不斷的有人 到你的修理場 不斷的問你的機器人的所有功能 因為他會做所有的調查之後 會把所有的可能性全部排出來 因為要達到最佳的分數 所以這個活動我發現 那個國際交流的機會是深入的 是實在的 那他們有一個比較特殊的惡性 我覺得這個工作很惡 他們很喜歡授起會長 然後推在身上 因為他們覺得這是一種農標 對 那這個也是幫助我們澳洲的另外一個隊伍 那要離開的時候 我就請小朋友給他照一張照片 然後另外一個是這個 右邊的大陸老師 因為大陸老師一去就一直嗆我們 因為他說他有多厲害 他就說他的資訊老師啊 他要會這個會這個會這個 然後他就說 他一年可以募到六百萬坦幣左右 然後說我的錢都可以扛 然後我們的學生超強 然後學生要成立 他們就第一年成立 就送到皮脂包 做什麼訓練什麼訓練 不過後半年好像成立不用太差 但我不是要嘲笑他 只是因為他 讓我覺得好像怪怪 因為我發現其他美國的隊伍 就比較不會那麼尖銳 可是他的談話很尖銳 可是他不是故意的喔 因為我發現他已經慈眉上 我發現他已經內化到他的女區 也就是一種很邪惡的心 他已經內化到自己不太知道 他這樣講話很善忍 然後我在跟其他老師分享的時候 有講過就是 我被他糾正了 因為有一個白人老師問我說什麼來 我就說台灣 結果他就跟我講說 不能講台灣 因為等那個白人老師走 他說不能講台灣 他說這個是一個教育程 不能講政治 沒有講政治 你來台灣去政治 然後就跟我 小與大一一個小時 後來就說 欸 張老闆老師 我跟妳講一個小時 我一個隊伍成功到兩分鐘 他就換走了 結果他一走以後 過一陣子才會回來 那我小朋友 我小朋友就把國籍掛出來 小朋友一定聽到我跟他對話 然後一定會把國籍掛出來 因為我跟小朋友講說 國籍可能大陸老師會生氣 然後因為 大陸有六 有六隊進入總決賽 然後還有 加起來有大概七十幾隊 那有一個指導老師會議 我們有去 然後那個 大陸老師跟我講說 因為大會 覺得很神奇 有一隊台灣隊伍 進入冠軍賽 所以他特別在那個大會 很大的一個場合 說台灣有一隊 結果那大陸老師 立刻舉手卡比 他說那一隊是中國的 對 那這大陸老師轉述的 因為我們沒有去參加 結果我們小朋友聽到 有一個好國籍掛傳 這個是美國空軍 這個是很特殊 因為他們的 贊助單位 它是一個民間單位 他們找了美國空軍贊助 所以美國空軍來了 然後我就叫他趕快 把他照相 跟我們的國籍照一張 然後我們在場面 我看一下我們的機器人 我們機器人真的會動 本來要秀給各位老師看 可是因為前面高速撞擊 已經歪掉了 所以做前幾天測試的時候 很可怕 就是出去的時候會卡住 就像做這個動作 這是在場邊練習 那場邊練習 因為他怕那個radio干擾 所以他全部都要有線的 然後還蠻注重安全的喔 如果你做任何危險動作 莫名其妙就會有人出來 跟你講說不行喔 等於我們注意這種 安全性的東西 OK 這個我們的機器人就沒有那麼 他這個是撞壞了 不斷的會壞掉 因為他比賽只有兩分半 他一場比賽只有兩分半 他一場比賽只有兩分半 比如說他要掛這個齒輪 剛剛各位老師有看到那個動畫 就是這個齒輪如何掛上去 你們在那個動畫很好笑 就是有一個東西這樣射出去 然後就直接擊中那個點 騙人的怎麼可能 不可能的 對 你就用了半天都對不準 那我們這樣子 每次比賽兩分半 我們只能掛三個齒輪 最厲害最厲害三個齒輪 對 然後那個加速隊伍跟我們講說 他可以掛七個車 你知道什麼叫七個車嗎 就是車只開一個 像籃球長那麼遠 這樣哪一回 十四 對 我們的小朋友 我那天叫他們飆車 我說不行飆車 要開始飆車囉 但是旁邊要騎一場 就是這樣飆車 就是會出裝 會壞掉 但是他們可以那麼快 所以他們不只是技術很好 他們連那個也很熟練 然後我們後來就不斷的比賽 我就快一點 然後比賽場地就很大很大 然後三個隊伍 那當然最後我們的名次 還是沒有很前面 所以我再把速度加快 因為我要想要講的是這個 我們參加一個比賽 雖然我們很弱 但是因為教育部競組 給我們這些東西 那我覺得這些東西 如果不分享給台北市 或者大台北地區的小朋友 實在太可惜 因為只有我們自己玩 那不知道有沒有老師知道這個東西 這個叫麥克摩倫 我們常常在做科展的時候 有很多教授說 不要再發明輪子 你已經做過了 你不要再做了 我發現這句話是有問題的 這個人是一個瑞典的人 他就想再發明輪子 那這個輪子在幹嘛呢 如果你看過這種影片 你一定會覺得這個 這些人很特殊 倒車入部如果有這種東西 就簡單了 他可以任意放向 可以前進 這跟寫程式有關 對 所以上次那個研究生來 然後小朋友 我們小朋友就很自豪說 我們如果買到麥克輪 我就可以把它用上去了 結果那個研究生就說 你寫給我看 他說那個程式的邏輯 要花很多時間 那很多隊伍會用這個東西做什麼呢 就是你在掛齒輪的時候 那個那根就這麼小 你必須要很精準定位 所以他下面的輪子是可以快的 如果你要跑快的時候 是下面這個白色輪子 然後它這兩個地方很可怕 然後變身喔 變身然後就變成那個 麥克輪在下面 然後他就可以這樣 微調微調微調 很快微調都對準 然後直接進去 這個過程那個機構很複雜 對 好 那我們在想說 如果我們有過的 教育部的這些東西 那我們在想做一些事情 就不只是把這個課程講一講 就是我們 台北科學就是我們已經去了 然後我們在4月的時候 有一個德州的教授 忽然寫信給我 跟美國學校 叫做ICTPI 不知道開科大學有沒有接受到邀請 因為它是我們原製大學舉辦 叫做科技政策研討會 然後他想展示的是 科技產業跟政府的連結 可是這個教授他想做的是 科技政策跟產業最重要的 其實是史頓教育 所以他想找在地台北的 有在做這種機器人 或者是在地電影 各式各樣都可以 然後他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去 台北101那邊舉辦 然後在9月26、27、28、29 那幾天左右 然後他希望我們台灣可以出海報 然後我們用英文講進他做的作品 對 所以我目前聯絡了內湖高工 然後聯絡了聖誕工 還有我們學校 還有內湖學校 然後我找了南港高中 然後他就說 拒絕 他就說不行 我們不行 因為那天我看到那個 在那個年輕人 初衛年輕人彈回 我覺得他們做得很棒 然後我問那個老師他就說不行 我們拒絕 那我們還知道就是 那個 木柱高工有沒有興趣 或是其他 學校老師有沒有興趣 就是學校如果有作品 可以一起參與 那好處呢 就是小朋友可以練到英文 講進他的作品 第二個好處是 小朋友只要參與 他的名字可以跟 這個 德州教學 大學的教授放在同一個論文的名字上 所以他就說如果你要出國做一些事情 你就會獲得一篇 應該是SSGI 應該是社會科學類的 然後就會有一篇論文 那我跟小朋友講 那我目前有13個小朋友 我就教他們回去好好寫英文 那我再教給這個教授 那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學校有Philip 那到時候我們會展示 所以呢 我們就有一些課程來年 但是 這個就是這個教授 德州的教授 那 我們最後要說的就是 我們暑假會辦一個名隊 我們會把我們得到的東西 再分享給其他學校 但是這個過程 就是我們考慮的一些事情 就有一點抱歉 就是我們只遭受女生 那這個過程是我觀察那個 台灣的隊伍就是我們跟協同 美國學校我不太把他當成 我們台灣隊伍 雖然他裡面都是台灣人 那那個協同中學在我旁邊 他是私立學校 家裡的私立學校 然後他男生跟女生都有 我就發現一個神奇的現象 就是做這些東西的 都是男生 然後女生就旁邊負責買東西啊 寫文件啊 去跟大會溝通啊 這個好像跟我們有一些印象很像 可是我們對我們不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你就是女生 只有你 只有你好處 那所以那時候 我們在舉辦這個活動的時候 我問我小朋友 他們會覺得說 還是全我女生比較好 但是我們會希望 就是只要是 一天可以來回 他不用住武術的 然後都可以到我們學校 然後8月31到8月4號 然後我們有起餐 然後老師的總結 跟我們自己想辦法 但是 只要你自己出自己的午餐 500塊 對 那還有保險費 所以這樣應該算便宜啊 對啊 就是剩下的東西 那有些老師說 這台大概多少錢 這台大概4萬 對 就這樣是4萬 所以那天我們在 海北科學日 有一個小屁孩 不應該這樣講 因為過小三年級小朋友 男生他撞到那個桿子 人家要排隊 他就不排隊 他就一直嘲諷 一直嘲諷 他就那個極限直接撞到 客座椅 我們的小朋友就生氣了 4萬塊你要可以嗎 這台10萬塊 所以這樣子 我們準備四套器材 那我們現在這邊有五套 一套我教學 所以如果各位老師 學校有女生 也幫我們宣傳這個活動 那我們的那個東西 會掛在我們的網頁上 就是到時候我們那個 Facebook 對 我們的課程大致上是這樣 不過這課程又有爭議了 因為我把這課程弄出來了 我們社團的小朋友 立刻說 真的沒有人要來 對 因為我們的小朋友 不喜歡學東西 那我們上課是這樣 就介紹 A2HC的影響 那這個是誰呢 這個是 我們在休斯頓認識的一個小女生 她也是高中生 她叫羅亞利 媽媽台灣人 媽媽是荷蘭人 所以那一天 她是有點金髮的 然後跑到面前 不斷的講中文 那些是台灣式的中文 我嚇一跳 你是誰 你為什麼可以講這麼快的中文 她就知道媽媽是台灣人 那她暑假會回到台灣做公共服務 就是叫展化的一個地方的英文 那剛好配了她的時間 所以剛才那個8月31跟起 7月31跟8月10號是因為剛好她結束 所以我們就請她來兩天 然後她很有興趣 因為這個對她的升學也有幫助 你就是 你是基因分子 你必須要幫助別人 所以她幫我們上兩個課 那剩下的部分就是 我們學校的老師 或我們學校的同學上 那最後我們會有一個 模擬機器人的競賽 那這個時間很長 我本來想說8點到12點 然後下午1點到下午5點 然後小朋友說 老師這朋友要來 誰要跟你玩這些東西 結果上禮拜四 那個假作的隊伍來 他們的暑假很長 5月19就開始放暑假 然後放到什麼呢 放到8月底 那她就跟我講說 因為那個小男生就是隊長 說因為她已經畢業了 她就交代新的隊長 從5月19開始 每個禮拜 下午兩個半天 開始對新社員進行訓練 從幾點呢 下午1點到晚上9點 講完以後 小朋友再不敢 因為我們就全部只有這5天 你知道這5天排下去以後 小朋友就說 不行老師要切一半 因為我們下午累了 我們要休息 我終於知道 我真的比較差 我體力真的很差 可是他們可以長時間做這些事情 所以如果 各位老師如果有認識 然後也可以幫我們宣傳一下 然後器材就是這些 就是前面的這些東西 好 那謝謝大家 然後我想展示一個 這個東西給各位老師看 因為來聽的機器人 結果都沒有看到機器 那 各位老師可以一起來 就是這一盤 等一下 只要不要聽 這邊就好 因為這裡就好 就是 就是 這個設計 這個叫 安德設計電器 那一開始我也不太認識 原來是我們剛剛又有在賣 什麼地方會用到呢 汽車的電源 還有電動車 那這一條是可以親手 120A 那我原先 我雖然是無聊師 但我對這個人不太熟 做了以後才比較認識 因為美國的電線 它有分不同等級 有邊號 這是6號 然後這個是18號 這個是18號 這個是18號 然後這個是應該是22號 那一天呢 我的電線 這個就弄錯了 我想說電線嘛 就銅線啦 我就隨便拿一個 不會這樣 然後就跟我講說電子 因為它簡面記 電子 就是我們教的那個東西 我還可以用上去 所以它每一條都有它特別的規格 然後它的電源是 開關是這種模式 就是它是用手壓去的機械式 因為這裡會有120A 有10人對不對 對 它啟動的時候會有120A 所以那天那個台客 都會問你這台外交 就把那一台 就是因為我有那台 買線紙 是這台比較小台 會比較網友 然後啟動的時候呢 它是用120A 所以我現在就是去練一個690A 因為我們現在就把它灌成 我的不對的對號 叫690A 然後它要一陣子 所以它要先PS 那如果在比賽的時候呢 這一顆它有現場 它就會要這一顆 因為它把這一顆灌成 它現場可以控制 然後你的筆電呢 就不能透過WiFi聯絡它 你的筆電要透過一個Cable線 然後再透過它的重量信用 發訊號給它 所以必要的時候 它把你聯絡過來 它就把它重置掉 所以你就不能隨便控制它 而且也不能助力 就不能我在現場 我用手機靠置它 因為它就是WiFi 它就是可以加入 會有點久 那先等它變成 我們先來開這個 所以我們今年呢 想要做一個東西 是那個齒輪 因為那個齒輪呢 它有一個 尖尖的奏會這樣進來 可是我們到現場才會發現 因為它會這樣吹下來 你看它是一個彈簧 所以如果我們掛的時候 我們要掛在裡面 它就自然掉下來 所以我們不需要把它推進去 那怎麼推呢 就是這個架子 其實這個架子 後配是很難一點的 所以這邊有一個這個機構 那這個機構是什麼 這個是我們做的 這個是那個 沒有人知道怎麼做的 一定常常會碰到 或是因為那個汽車的電動車 對對對 就是你的汽車 旁邊那個電動車 然後我們後來 就它很穩 就是 劉老師就換貨嘛 對對對 就是它 就買這一根這樣子 就是買這一根 600塊 才叫比較甜 對 才叫比較甜 可是我後來就發現 我在網路上看到這個 我就覺得 這個就可以做成這個 就把它做上去 效果超好的 只是小朋友鞋床慢 因為我們到鞋床的時候 發現這種就是 恐慌人體 因為 在鞋床看到那個 美國的機器人這樣送出去 它不是這樣子 它是用那個 就是吸壓系統 不容身以後就出去了 所以小朋友跟我說 老師你這個開導人 真的不行 你這個要做的 這種東西 可是我沒辦法 這個比較好用 那各位老師再來看 後面這邊 這個是我沒有成功的一個地方 我還要再努力 這個是我們模仿它 國外的隊 要射出去 可是呢 我們弄了半天喔 它只能這樣出去 然後呢 球就從這邊這樣掉出去 它的速度不夠快 那原因是因為 這個點 跟那個點不對 就是力取之 這點不對 而且它旋轉的時候 可能會有中中半量到的東西 就等等之類的 所以 這個我們還要來修 我們最終只要修到 可能這邊要有兩個氣壓槓 然後 可以把這顆球射出去 大概兩隻都很好 目標 應該是可惜 因為我們看到別人做 應該可以 只是我們位置不對 那這個機器都有了 剩下的就是 有輸出 對 還有那天有一個 澳洲那邊的研究生 他示範一次 如何用五度角算這個 因為這些點 就跟五度角的那個 無暢有關係 因為這個行程是固定的 對 然後當你這兩個點固定以後 現在這個動作 你必須要先算好 對 阿我們叫五師啊 像我是護理老師 也會一點數值 互換時以後 他說不是這樣 你要先算一點 連八說的 顧你的財富全都不算了 那 這個我們也是沒有成功 就是我們球這樣進去 可以射很遠很遠 但是不會準 那他們別的隊伍 就是這邊會有一個 東西可以調整 對 那他這邊會有一個 送球的機制 也是我們沒有做到 那他說 球到這邊 要帶你 然後踩進去 所以你這邊帶你 要有另外一個 把拿可以抓住他 然後旁邊有一個 送球的機制 那我送球的機制呢 我就做一個電風扇 這是一個可怕的結果 因為 電風扇開始轉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那個球 就會亂射 可是他們不是喔 他們是有一個輸送帶 那個輸送帶是有感測器 他完全被驚訝 突然以後 抓住帶便 然後直接繩住 所以這個我們沒有成功 這兩個要再 後來才發現 這個 需要很多人的姿勢 所以那我會讓小朋友聯繫 那我們來看應該幾個 所以他這個燈閃了 就是有扣的 所以他這個提示燈是 就是在比賽的時候 他要看哪個機械 如果沒有這顆燈 其實也配點多 那你就不知道 那個機械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是判數模式 因為那天去科學日 我很怕那個小屁馬 因為他快速模式會這樣喔 我把它設定成這個按鈕 拿下去 所以他這個速度可以 就是跑50公尺 大概可能在五六五小時那裡 就可以拿到 好 好 那我調整的時候還沒有到機械 而且 因為 我很怕這個機械的狀態喔 所以本來這邊有兩個 麻辣 這邊有兩個麻辣 這邊有一個位置是麻辣 我心想沒有麻掉的部分 那因為如果這個再上去的時候 這一支就真的 把他人起來的聲音就 很 就是 很像怪物 然後接著是這一根 這一根也是 就是 我們這次比賽才學會的 就是 啟動它是按這個按鈕 所以我會啟動它 這個按鈕 然後 這邊有一個 可以調整 類比的輸出 所以他就會這樣 他就可以隨我做這個動作 那這個動作 在我們比賽的時候沒有成功 為什麼呢 因為 我們去 用的時候只能量 兩個位置 這邊也有三個 要先預設好 對 可是小朋友不知道 這邊其實有一個類比輸出 對不對 就是調整這個 就可以到任的位置 然後 如果要回來 就這樣子 那我們一開始發現 那個問題是 我們那個 接齒輪的 就是我們那個架子 前面的架子 會這樣放下來 然後我們這個齒輪 就會有 場外 會有一個 比賽的同學 用手這樣 很用力這樣推進來 推進來 他就會放上去 放上去 會把同學 他會 他會催下來 可能一要大天 他不會催下來 就是他會有 令舉會把他運上去 其實一開始 我不知道 小朋友不知道 可是我們其實這個是 手臂下來的時候 他是自由忙的 他不是 他不是 護器忙的 或四股忙的 就是 他 你不控電 它其實有一個動作就掉下來 所以後來我們才會提到TIE 我一開始教小朋友做減性的動作 就寫一個FPS 怎樣做 就是這樣震動 也可以震動 但是整場就真的很好笑 因為它的機械就這樣一直走一走 它是為了想維持這個 後來那個坦克大的研究生工程 想說這個其實是有一個程式叫TIE 然後它是被固定在這裡 所以當你把它這樣拉下來 就會自己想到回去 那如果這樣不動的時候 它就可以變成一個多次的狀況 所以女士在上課的時候 小朋友最貼密的是做什麼 她最喜歡玩這個東西 所以大致上是這樣 那我們目前還沒有做到一件事情 是我們這個車子 會有點像重工一樣 有玩一點 有做過老師知道 因為馬達回來電流就不會一樣 因為它12V跟電流都不會 所以那一天 我們一開始發現的時候 我就把這個拆下來去轉 然後用手機去開 那我就把那個螺絲稍微靠下來 這裡有差 就是每個鎖的狀況都不一樣 那所以它其實是 這邊有一個重工 是要裝那個靈後的 然後做兩邊的調整 它就可以用層次去控制它兩邊 你要等層 所以這樣子我們就不用騰 你的小朋友就很可以 因為這個 這個是這樣 我看我都要這樣喔 這個要寫寫了 人工自我教練 就是重工了 整個都外一邊 那後來我們也請教來 這個是程式可以修正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 我們今天還沒有裝 就是陀螺椅 就是我們在 去比賽的時候 這邊有更多 所以陀螺椅也可以把他裝的 所以那天我們在 遇到那個 台客大教授幫我們知道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問他一個問題說 為什麼在比賽的時候 沒有人 為什麼很好 他的車子如果這樣過來 他遇到這邊有個障礙 他可以瞬間這樣過去 然後我們不是喔 我們就過來以後 還好 像他說真的對不起 我們慢慢再講過來 可是他們不是 他都可以瞬間這樣過去 他說不是 你是因為那個程式設定 你只要負責這樣押去 剩下的事情 他說我遇到障礙 他自己被設定 他要讓我去 回到原來的 方向跟方圍 再去路前進 所以他們的操縫其實 是板子的花 那個板子的花 也跟這一棵的花 也跟這一棵的花 也跟這一棵 就是有一些 像這一棵是 六十萬年級 六十千 然後如果再上去 就九十塊美金 他就有自己的DID 你可以程式直接扣著他 他就可以調整到 兩邊的轉數 跟一模一樣 對 所以我們才發現說 套數都是錢 像我有老師玩過 就是馬達通知器 因為這個馬達通知器 是可以承受 你馬達上去 那 對 那 我在想說 我們這貨標跟美國買完 這麼多六十美金 我都可以再找 買到便宜的 就這麼找 找找 兩盤都已經很貨 對 可是 他就可以便宜 那就可以成貨標 是吧 我後來就發現說 因為我們在做機器人 你知道台灣 其實是玩的城市 對 台灣城市的話 一定是有的貨標 就玩就玩 因為他已經小到一個程度 所以大部分都可以 可是 當你把它放大到這個程度 你所有的物質都要介紹 對 但還有包括城市 所以這樣子就會變成真正的經驗程度 看 有沒有老師 想要玩這個 要給老師看看 然後我們有一個 我們要給他門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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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老師想 有關 因為我們也有裝攝影機 所以我們攝影機畫質 不是很好的 那我們最近的課程是 希望訓練小朋友 可以繞我們一個型號圓 然後完全開著攝影機 可以繞出去 那我們昨天測試的結果 是 繞一圈大概要十分鐘 然後就慢慢走 然後就慢慢走 人家那個 就是生病的人 那我是希望他們說 因為那個場地 大概就是我們比賽 我是希望他們 可以在兩盆盤 可以繞行圈 對 對 對 那剛好那旁邊是 好像一個報告 那我 我希望慢慢練習 因為 上禮拜四那個教導隊 他說 你要選擇一個 超強的 手套 這個手套的人 可能可以移掉 多前身是 因為他就是 多前身 就是多前身 因為他如果夠強的話 就是兩邊發展 一個是技術 一個是能夠 那你自己才會很強 那如果要等到 情緒或成熟 會有機會 好 這樣子 我也想給人贊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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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我想 我想來講一個 就是 上禮拜那個 加收登對我 跟我們的建議 這個建議也是我 一直以來的想法 就是 澳洲那個3132 還有三四個學生 澳洲能進去 還有三四個老師 三四個老師 三四個老師 他們老師永遠都我們學生 人數差不多 或是人多 那 國務的老師 先開始 所以 我在想說 其他老師 如果有興趣 可以可以一起來 那我們學校 累積了一些東西 因為 上次我們在 科學院遇到 五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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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做MT系 所以我剛才介紹 你幫他寫的東西 那我覺得 其實每個學校都 更多 那我們剛剛就看 你一下 每個單一的單位 就有辦法做 三四幾個老師 可是 如果我們台北 十五大會 一年合起來 我就有機會 我的想法是說 就是所有的老師 一起 補導不同的隊員 對 那這樣子 就是各自想 比如說 像我在寫這個 像我不是 但是 諮詢老師 自己要畫世界進行 像我還可以 但是 就只能做自己的事情 那如果有人 可以幫忙做 其實架構 跟不同的程式 或感色器 不同的引發 就是不再整理起來 派北市應該是可以做的 好 那就是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那這位老師 要操作 結果操作 我已經把他架高了 所以我要自己 中午的時候 差點很危險 我忘記架高了 我這樣沒有 差點衝出去 對啊 那我們是 在做實驗的時候 其實都是架高起來 那 那 游老師就 就去操作 我們去接待一個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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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